區域法院星期五處理一宗涉及用假文件借貸的財務詐騙案 九個女被告各被控一項欺詐罪 案件續審時主審法官罵律政司選擇性檢控 律政司一方說已經向涉案的放債公司發了傳票 並會控告有關公司一個年輕持牌人 但那個持牌人在警戒下聲稱不知情的 另一方面案中的款項傳入一個陳女士的戶口 但律政司就不檢控她 律政司說已經考慮陳女士有可能牽涉洗黑錢罪行 但認為不夠證據起訴 而且已經就高利泰一事提出檢控 就充分反映罪責 即使有涉嫌洗黑錢 都不代表律政司要向每一個人提出額外起訴 法官聽完之後馬上罵 說律政司有權見到有東西可以誤告 又說律政司很大權的 最終告不告法官說自己都沒有聲出 至於涉案的兩個財務公司職員 在口供內有招認 但不單止不告反而發出免語起訴書 現方認為這樣不公道 早前提出永久終止聆訊的申請 法官都質疑說知情的就有保護傘保護他們 又說律政司放過一些資 又認落手落腳做的 法官還說論證據的強弱 有些認了的強十倍 法官最終將案件押後至8月6日續審 並且會在適當的時間 攀下辯方終止聆訊申請的裁決 東網記者周文黎報導 周文黎報導 今次回新聞 未明時正在跆下 под離開 未明時正在歸去